你的打架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 但是人家都说是炒作的 到底真的假的 我都有点好奇 在今天这个市场行业下 你能活下去就是你本事 你能炒作活下去更是你的本事 这有什么错吗 那咋了 那意思就是炒作起来的 那是你的意思 我没这么说 天价大长 你觉得你这个价位咋样 138一斤还算天价吗 如果138非常贵的话 非常离谱的话 我也不会有龙头会员 顶级会员是67块5 大家是充味道来的 我们的产能有限 以后主要服务会员 非会员 我们每天只卖半小时 太针对非会员了 人家这半小时 还有非会员的来买吗 我的产能有限 而且我是做生意 不是做慈善 我只能坐到这里 非会员只能稍微忍耐一下 那像充多少钱 才能享受60多块钱这个价位 五千 谁会为了吃大肠充五千块钱 很多啊 你去健身 你去洗桑拿 去洗浴 哪个不是三千五千一万的充 那人家那是享受啊 我这会比它更享受好吧 是吧 那肯定的 这是极致的味道 济南还能找到第二家吧 不可能有了 我就是热行业的天花板 是不是 我用至于 嗯 这把里边的油要剪得干干净净的啊 必须剪得非常非常干净 一点油都不带 嗯 这是去臭的关键 听着我看用里都是打肠头是吧 对于我们家主打的大肠头 普通的花肠子不错 因为那个口感相当差 我们这个工艺啊 是九软大肠的工艺 有很多客人买回去以后啊 就直接切成段 然后一炸 叫着汤汁就是九软大肠 味道非常非常的正 现在一天能做出多少斤啊 嗯 我这地方太小了 现在一天也就是三百多斤吧 嗯 所以就只供给会员了啊 对 那像现在的话 办法有多少会员了 将近一万吧 北京 上海 天津 嗯 嗯 还是大城市 嗯 或者比较多一些 好 那你也没少赚了 几百万总是有的 这两盒是二百八十八的哈 是不是会员订的呀 会员订的 这个会员是充了多少钱 打几折呀 充了一千 打了个九折 充这一千 就是直接就是享受九十八的合员价 对 然后在九十八的基础上 再打个九折 一千块是九折 嗯 别说我送他一百块年的 啊 网上真的是啊 把这个大肠哥啊 炒的是沸沸扬扬的 我真的是啊 挺难理解啊 为什么一个大肠 吃的大肠 用得着充值这么多钱嘛 我挺好奇这个大肠哥的 其实我拿回来之后啊 他这个就已经就是属于温的 不是特别热了 但是啊 一点点的异味都没有 他们家这个大肠啊 处理的还是挺干净的 我真的是第一次吃他们家大肠啊 但是啊 炮开网络上对他的成绩啊 他这个大肠味道真的不错 一点意味都没有 跟我在南京吃的大肠 真的有点像 能吃到就没有过多的那种调料 然后去修饰 就是简简单单能吃到 大肠的那个香味啊 但绝对不是臭味 真的好好吃 他这个大肠 其实抛开对大肠哥的成绩 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尝一下 他这个大肠 真是挺好吃的 但是我感觉大肠哥走的路线 跟别人不一样 他是靠炒作火的 我觉得 但他这东西真不错 最主要是啊 他全部选用的都是大肠头 他这个口感啊特别耐嚼 而且肥虽然是大肠头 但是吃着也不会腻 蘸了一点这个蒜泥 哇 确实好吃 我觉得啊 凭大肠哥啊 做的这个这个大肠口味啊 明明可以踏踏实实的 靠美食做熟面 他非得要靠炒作 我真的觉得他这个大肠 味道确实不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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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